燕门关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燕门关守国长城上的重要关案 以显著城被誉为重霸第一关 可谓举世闻名 但要问起燕门关在哪个省的哪座城市 恐怕很多人一下子都打不上来 燕门关原来是在山西省新州市 相对于燕门关的声明远播 新州这座山西城市却实现得太过一低调了 好多外省人恐怕都没听说过新州 实际上燕门关的坐在地位于山西省新州市 代仙县城里北20公里处的燕门山中 是山西十大流品牌之一 燕门关是不得不来的一个代表性景区 在这里你可以亲身填到历史的长桑变迁 以及深厚的人文底蕴 曾经燕门关就是中原与塞外的分界点 占留位置十分重要连年战火不休 随着时代的发展 如今的燕门关早就已经不再有连天的战火 而是变成了一个让大家都心生向往的著名旅游景区 然而如果不是你来过燕门关旅游的话 当说其燕门关是 大部分人都很难想到他在哪个省的哪座城市 反而后这跟你心里的答案是一样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